這個是冰的 椰香西米露啦 阿不然芋頭很可惜啦 我跟各位講來那邊點那個700多那個價位就對了 你看有龍蝦粥啦 你看一下 真的有龍蝦喔 然後這個熬這麼大 給你 然後看你的機會啦 哇 感覺還不錯 還有蝦身也可以吃得到龍蝦肉 所以點700多那個會比較超值一點點 不過我跟你講像我們現在已經吃到最後 其實他點菜時間只有90分鐘 那我們今天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已經超過時間了 其實我們就這樣點點點 也不知道時間是多久 好不好 那我現在傳送餐點嘛 他就會顯示傳送師吧 各位你看到那個烤鴨如果出爐的時候啊 記得要先來排隊啦 不然你看一下 哇 這是很多很長的人籠啊 香麻鮑魚佐麵線 來看一下這個 哇 這鮑魚還不錯耶 超正點的 我們今天來到桃園這間吃到飽 我們不是要來婚宴廣場喔 但是這間是從婚宴廣場起家的啦 所以最近呢 由於他推出那個港點吃到飽的活動啊 所以我們也跟著來搶先體驗看看喔 這邊環境真的還不錯喔 先撇開餐點 因為我也還沒點不知道餐點怎麼樣 感覺這個環境用餐很舒適 然後裡面的話 因為是宴會宴會餐廳嘛 所以桌具的話也還蠻舒適的 哇 這個就是那個戶外的一個聖婚廣場 有沒有很有feel 感覺在這邊結婚 哇 還不錯喔 先來看大家 帶大家看一下這邊的環境 最近推出的這個 港點百會啦 輕輕格力式莊園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 所以帶大家來看一下線上的環境 好 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 可以看一下 在這邊其實 你只要四人以上來的話 都是給你那種大圓桌啦 所以用餐的話還蠻舒適的 而且這邊是機器人送餐 你剛好聽到那個聲音喔 等一下機器人送餐的部分 就是這一台 就是這一台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邊 輕輕格力式莊園的菜單喔 它是怎麼樣 就是它好像有分所謂的AV AV組合啦 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是點A餐的話呢 就是一個人是639加10% 對 如果說你想要吃好一點的話 我個人是建議你就是 選擇AV套餐 AV套餐的話就是這兩邊的菜 你都可以點到 所以只要 739加10% 就可以點所有的菜色 那其實算下來 差100塊而已 我會建議你 點AV餐 那因為A餐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 有沒有 可以吃到羊小排 還有龍蝦海鮮粥 所以我覺得多付100塊的話 應該會比較超值啦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有一些港點啊 可以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A餐的一個組合 我們應該看看今天有沒有辦法全自罷啦 好 這個就是B餐的 好啦 那比較特別的部分啊 是它這邊還有一個半自助製的餐台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提供茶包具 所以港點嘛 這個香片或者是曲谷 應該都是不錯的選擇 另外這邊的話就是那個氣泡水的部分 你可以純飲 然後這邊有一些 各式的一個水果糖漿喔 可以去做 自己喜歡的搭配 另外這邊的話也有咖啡機 還有 以700多這個價位 就可以吃到 哈根 哈根大食 這邊哈根大食今天 哇 有六種口味喔 各位看一下 甘納許 夏威夷果人 焦糖牛奶 香草跟經典牛奶 還有花生醬 我覺得是還蠻有誠意的啦 好啦 轉身過來的話 這一邊的話就是醬料區啦 還有DIY自取的飲料 今天的話是有綜合鮮果汁 纖維柳橙汁 還有一個厚奶茶 厚奶茶 另外 除了你可以就是單點上桌的一個甜點之外 這邊有一些小甜點就是泡芙啊 還是一些精緻的小蛋糕可以去做選擇 整體目前的話 我們還沒有吃到港點啦 所以感覺還不錯 這邊呢 也有提供那個瓶裝的飲料 就是可樂啊 雪碧 還有一些果汁跟 冰的一個茶飲喔 我覺得還蠻貼心的耶 綠茶園的 冰釀綠茶 好啦 我們要回座位上 準備點餐囉 好 然後它這邊除了線上點餐之外啊 定期時間大的話 它會推出那個蒸籠港點啦 所以你要什麼口味的話 菜單上面有 那我們今天就是 全部請大家幫我們各來一樓 四樓 四樓等一下 喔欸 東西都熱騰騰的 還冒著熱煙的 來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叉燒包啦 不用多多介紹了 我們要不要來兩樓 只有魚子燒賣 好 魚子燒賣 好 這邊上菜速度還蠻快的 來 這個是鳳掌 魚 請秀魚赤腳 上面就是佛跳牆 聽說還蠻熱門的 而且它點完就沒有了 建議大家佛跳牆有的話 一定要先點一下 然後這個是叉燒包 然後這個就是 鮑魚針燒賣 因為這邊點餐只有90分鐘 所以每10分鐘才可以送一次單 所以各位點菜的時候 一定要快一點 要不然的話 會浪費時間在點菜上面 我們要準備開動喔 先來趕點 先來墊墊位一下 這個的話就是 明爐燒鴨 明爐燒鴨 這個燒鴨吃起來還蠻冷的喔 不會非常乾腸 嗯 有入味 好吃 這個的話是鮑魚燒賣 這個的話糯米雞感覺還蠻有料的 裡面有什麼櫻花蝦 鹹蛋黃啊 跟那個 臘腸 感覺是還不錯啦 對啊 看一下 感覺不會太軟爛喔 對啊 好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糯米雞的一個口感 嗯 我覺得口感還不錯 糖鮮可以 所以 佛跳牆我覺得 跟一般傳統的話還是有點落差 所以 我個人沒有很愛 我個人沒有很愛 那你想要嘗鮮的話可以試看看 這個是北菇華雞燉雞湯 北菇華雞燉雞湯 我覺得比佛跳牆好 這個像蒜泥白肉的松阪豬 跟大家介紹 這個麻辣水煮魚吃起來 湯是有一點辣的啦 但是料沒有很多 就是嘗個鮮就可以了 好不好 麻辣水煮魚 他時間到的部分 他時間到的部分 那個片皮鴨的話就會上桌 所以就是要排隊領取啦 對排隊排隊 哇這片皮鴨是排隊領取的喔 所以就是限量的 所以記得一出爐的時候 要先來拿一下 看一下 哇這聲音還蠻酥碎的 師傅已經在片皮了 你排隊他包的話 就可以直接拿走了 一份的話是兩捲 所以喜歡的話記得來重複台隊 因為兩隻鴨出完的話 就已經沒有了 春捲皮還是熱騰騰的 我們要回去享用啦 片皮烤鴨 哇喔 這是我們剛剛拿到那個烤鴨捲啦 那春捲是剛剛熱騰騰騰現蒸的 所以整個口感還不錯 我試一下真的 那整個烤鴨的皮啊其實 還蠻酥脆的 然後它的烤鴨醬 有一點點清爽 再搭配小黃瓜的脆口 吃起來還不錯 不會太過於膩頭 接下來我們是上這個 是什麼羊排 什麼名聲抱歉 然後我們先吃 因為時間很趕 90分鐘點菜而已 那我們先來吃一塊這羊排 我看一下這味道 這個是集汁 集汁羊排 集汁羊排 味道還不錯 味道還不錯 的話喔 我跟你講這個鮑魚真的是不錯吃 這新鮮鮑魚 這個是香麻鮑魚佐麵線啊 就是 就是麻油麵線啊 真的是不錯 我跟你講這我是點的第三份吧 這個因為他們都吃飽了 這些人都吃飽了 你看看超過份的 我自己吃這一份好不好 超過癮的 這鮑魚 你看一下 感覺是 生動的鮑魚 然後去料理的 所以它整個口感超棒 不會像有的那種鮑魚 就是這種乾乾硬硬的 而且味道還不錯 我剛剛有試吃一下 你拿到這一道料理的時候 那個麵線 因為它麻油醬汁在下面 所以你一定要拌一拌啊 讓那個麵線去吸附麻油 會比較 味道會比較好 你不要這樣直接吃的話就是 會沒有味道 所以你要把它拌一拌 再去分食就可以 這個鮑魚啊 好爽喔 它一份就兩顆啦 一份就兩顆 超級正點的 這個的話是那個金錢蝦餅 金錢蝦餅 你可以看到那個機器人 蠻常跑蠻常跑啊 它很忙的 我覺得金錢蝦餅還不錯 超級燙跑的 這個是左中堂雞 試一下味道 味道還不錯 這個的話就是鮮蝦虎鼻捲 來吃一捲 試一下這味道啦 感覺好像很可以喔 這腐皮捲啊 真的吃口感可以 但是酥度沒有想像中的 來的OK 但是上可 不過你想要吃腐皮捲的話 可以試試看 因為它也算現炸了啦 所以有一點熱度 口感還不錯 只是沒有外面吃的那個酥脆的口感 但是酥度還是保有一點點存在 我們現在才我們的龍蝦鮑魚粥又來喔 龍蝦粥又來啦 各位 哇嗚 我跟你講這個龍蝦粥啊 除了可以吃到整個 那個龍蝦錢跟那個龍蝦肉 這個啊 味道超鮮甜的 這個粥啊 等一下再來點一碗好了 真的是還蠻讚的喔 嗯 而且不會太燙剛剛好 這個粥可以直接嘗到那個鮮甜味 超讚的 我跟你講來這邊吃龍蝦粥 應該就回本不少了吧 哇 超讚的 這個是蒜香蒸鮮蝦 這個蘿蔔糕還不錯 就是應該算是算港式的 裡面有一些蝦米啊 還有一些什麼臘腸在裡面喔 然後感覺是可以吃得到蘿蔔絲的喔 它是有一絲一絲的口感 嗯 很可以 還蠻嫩鮮的喔 而且不用沾醬 其實味道就還蠻夠的 這個我喜歡 因為像蘿蔔糕如果水分太多 吃起來就是會散散然後粉嫩粉的 這個軟Q度剛剛好 還不錯 這一道啊 我們等很久 這個是什麼 金沙杏鮑菇 金沙杏鮑菇 金沙味倒還蠻重的 可以但是還不錯啊 可以嗎 腸肩可以 我跟你講喔 來吃到飽就是這樣 人多吃就是非常有那個feel 我們今天在上座就是什麼 胡適蛋塔看一下 哎唷欸 都是熱的啦 各位啊 這個才是熱的喔 很酥欸 超級酥的 看一下 可以喔 我覺得還不錯 櫻花蝦高麗菜 櫻花蝦高麗菜 吃一下看你倒不倒地 對啊 我來幫你接力 嗯 喔 還不錯喔 這道好吃 XO醬炒蘿蔔糕 你買了 不要買 吃一個把它切大一個切小 我覺得還可以啦 但是它XO醬味道沒有那麼的濃郁 屬於清爽型的XO醬炒蘿蔔糕 好不好 嘗鮮可以 好啦 我們最後加點喔 因為只剩下這個蝦 這個迷迭提示蝦真的菜好吃的 而且非常的肉質 非常的Q彈 我覺得還蠻新鮮的 而且那個有起司粉的味道 還蠻清爽 非常的好吃 所以啊 推薦大家吃一下 我們就最後以這十來隻 迷迭蝦 迷迭起司蝦做結尾囉 等一下 欸我這隻菠蘿油是熱的耶 這個的話是炸兩腸粉 然後芝麻球 三絲春泉 好不好我們來開動啦 先來試一下抹茶包好了 先來試一下抹茶包 這抹茶包 不知道是包的 應該是包紅豆了啦 試一下看看 這抹茶包裡面是紅豆內餡 它是算紅豆泥啦 不是有那種顆粒 所以店家又新增了兩種口味喔 但是 有幾種口味是稍微比較硬一點點 比較沒有那麼好挖啦 好不好我們就是 以這個哈根大使來做結尾 那我還是簡單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今天來這邊 來這個叫什麼 青青蛤麗絲莊園 它推出了港點吃到飽 以這個700多的價位來講 我會覺得 來這邊用上 我覺得雖然它推出港點吃到飽 但是餐廳算有誠意 可是吃起來倒是沒有那麼 道地的一個港式味道 除了港點之外 那 上菜速度其實也蠻快 但是有幾道我覺得不錯 就是你可能點700多那個組合餐的話 它會有一個什麼龍蝦粥啦 或什麼的 就是 有一點台式風味的一個港式料理 我這樣來簡稱 就是除了機器人送餐之外 它還是會請人員 就是走餐送到桌面上 然後最後還是提醒大家 就是你這邊點餐的話 請務必一定要記得 你開始點餐的時候 它就開始計時了 但是在計時的過程 每十分鐘 你才可以再送一張單子出去 每一樣的話 是只能點十道菜 十道菜 然後要留意的是 我們剛剛影片有介紹就是 再次提醒各位 你一定要留意到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點的 看一下你的手機 因為手機螢幕上不會提醒你 倒數時間 或者是最後加點 所以你有可能 要送出去的時候 時間已經超過了 就沒有辦法點餐喔 這是比較可行一點點的 但是餐廳的補救措施 也是算還不錯 就是 它有讓我們再做加點 因為最有幾道菜 我們沒有吃到 它有讓你再加點 所以後續的處理措施也還不錯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時間內好不好 你要特別去留意你點餐的時間 因為它快到了不會通知你 然後這個的話 是我們今天吃的菜單 差強人意啦 我們今天本來是要挑戰100道 但是只有吃到60道菜而已 只有吃到60道 就是甜點啊 港點啊 跟熱菜 好不好 我們只有吃60道菜而已 所以非常的可惜 挑戰失敗 挑戰失敗 好啦 那我們這一次 桃園第二間全新的港點吃到飽 就在這邊畫下據點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還不錯 如果你覺得東西不好吃 它跟大師 有八種口味可以讓你吃到飽 也是 六種口味 抱歉我被揪著 六種口味吃到飽 我們今天吃了58道菜 還行啦 還行